加勒太书 我们先把加勒太书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有一些弟兄姊妹对我很熟悉 有一些多半对我很熟悉 但是我最近这一两年很少到这边来 今天我们一同来把加勒太书 可能要在这个地方查是四天 定的是四天 把加勒太书查一遍 不一定能查完 希望弟兄姊妹知道的 就是你附近的人可以带到这里来 来听加勒太书的查考 好 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黑板没拿来 我不能在黑板上写 找到了 咱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一 二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以教纳从死里复合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们不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勒太的各教会 愿安慰 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了 咱们一同来闭幕 为今天所查口的信息 向神先生感谢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你自己的儿女 来分享你的话 今天不在乎人有多少 只在乎在你面前 真实的认识 求你亲自使我们遇见你 求你亲自使我们摸到你 求你亲自来光照每个儿女的心灵 是我们的心窍得以开启 能以明白你福音的奥秘 能以明白你救恩的大能 今天你减少了我们就不后悔 不在乎我们有多少智慧 只在乎你的大能 不在乎我们有多少文化 只在乎主你在天上 你动了你自己的善功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儿女 扑在你的手中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儿女 心窍得以打开 使我们明白你救恩的奥秘 求你帮助你自己的瓦器 将你的瓦器交在你的手中 人不能做什么 人也不能满足人的需要 满足需要的是主你自己 因为今天你因着你自己 众儿女极可慕易的心灵 你必要从天上 倾服给你自己的众教会 你将你的恩语 撒在铁锡这块土地上 既然把你自己的众儿女 脚步带到这里来 今天你就必成就这事 你叫众弟兄姊妹 清清楚楚地知道 你救恩的奥秘 你叫众人都在你真道上 合而为一 叫众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 同归于一 使众人都能明白 你救恩的奥秘 保守我们这一点的时间 将这一点的时间 握在你的手中 求你亲自来 倾服给你自己的教会 求你拿住你自己的瓦器 你借着他的口 将你自己当讲话语 讲给弟兄姊妹 使弟兄姊妹都能明白 使弟兄姊妹都成为基督的精兵 使弟兄姊妹都能站在破口中间 独挡破口 使弟兄姊妹都能把你的救恩传讲得清楚 使弟兄姊妹都能把你的福音传讲得清楚 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 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生到这个世上来 我们不是突然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乃是为你荣耀的福音做见证 你保守我们 你带领我们 你引导我们 你祝福我们 你使我们的脚步 成为你祝福的脚步 你成为 叫我们的口成为别人祝福的杯 求你借着我们的口 亲自来倾服给你自己 自己寻求的人 他们寻求就叫他们寻见 他们扣门就叫他们开门 就求你亲自打开每个人的心窍 是我们今天这一点的时间 得到大大的祝福 听我的祷告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一同来查考加勒泰书 一共是六件书 加勒泰在什么地方呢 你这后边有一个 有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有一个大的 比较大一点地图 这个地方写的加勒泰 加勒泰那几个字写的特别特别大 在哪个地方呢 就在土耳其半岛上 土耳其半岛 看这个地图 最大这个地图 加勒泰在这个地方 这是加勒泰 土耳其的东侧 土耳其东侧 后面旁边是 旁边是什么 福利加 再往这么是 雅西亚 小雅西亚半岛上 所以这个地方 加勒泰这个地方 就是亚拉拉山的附近 这里面有许多教会 有什么教会呢 这里面 有以格念 路斯德 这 养养的特别 这个都在这个地方 都在这个附近 这是加勒泰 众教会 加勒泰是个地名 加勒泰不是一个教会的名 它是个地名 加勒泰众教会 都在这个地方 当时为什么保罗 会写这封加勒泰的书信呢 这封书信写是因为 在土耳其整个的半岛和小雅西亚半岛 都是保罗第一次步道和第二次步道的时候 所传的福音 传完了这个福音 保罗最后离开到别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就被一些其他的异教所冲突 就是冲击这个地方 因此呢 这个教会就离弃了当时保罗所传给他们的 纯正的福音 所以这个福音呢 不正确 最后就领受了别的福音 所以保罗说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 所以这福音是什么呢 他们传的是什么呢 他们传的是绿宝 传的是割礼 传的是叫人靠肉里来成全 因此保罗大肆地责备了加勒泰教会 说你们起初 把眼就弯给我 你们都愿意 但最后呢 你们却听从别的福音 所以保罗当时就指说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 今天有多少人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 所以也在传福音 但那个福音是夹杂着人的意思 夹杂着人的理学 夹杂着人的想法 今天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 我们今天要传保罗所传的纯正的福音 这福音是什么呢 等一会咱们就查 具体来查这福音是什么 所以加勒泰教会 当时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就是为要归正加勒泰那个错误的信仰 归正这个信仰 所以加勒泰这本书 它的主题就是归正 把人的脚步从错误中间归正过来 西伯来所写的这个主题是更美 罗马书写的是什么 罗马书写的是救恩 就是因信成义 这个救恩 咱们今天呢 一同来查这段经文 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加勒泰教会 是不是单给加勒泰教会呢 写给加勒泰教会 这是加勒泰教会属外吧 不属犹太人的 但是那些犹太人在那里搅扰他们 甚至于连外邦人都受了他们的影响 甚至连外邦人也守律法 守割离 因此保罗写了这封信 就责备了加勒泰教会 从罗马书往后 保罗就开始正式讲救恩真理 在前面 这个救恩真理还不是很明显的 特别是使徒行传 那个是律法恩典的交接处 这个救恩不是很明显 使徒行传往前 他没有正式讲救恩 所以保罗只是 偶尔在使徒行传的某一个经文中间 所提到了一些关乎救恩真理的问题 但是讲的不是很清楚的 从罗马书往后 就开始正式 使弟兄姊妹归到正路上来 实实在在的来 叫弟兄姊妹来接受一个纯正的福音 那有许多弟兄姊妹在传福音 他不知道他在传什么 有许多人传福音 你信耶稣吧 你信耶稣 你家里就都好了 你家里就都发财了 你家里的 那老鼠都不咬你家庄家 是不是 你家的蚊子都不顶你了 苍蝇也不在你身上爬了 这种福音不是圣经所要传的福音 所以圣经所要传的福音是纯正的 圣经所传的是什么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属天的福音 不是人用自己的思维 所能策读到的 所以这样的福音 有多少人传福音 就把人意的东西 肉体上的东西掺杂在之内 就叫你听这个社会的福音 我们所传的不是社会的福音 乃是天国的福音 天上的和地上不能混了 一旦混了 告诉他 系耶稣就不有病了 圣经有没有系耶稣有病的 有没有 保罗身上就有病对不对 平文太身上也有病 有没有 保罗有没有告诉你 系耶稣你就不生病了 有没有这么说 没有 没有这么说 没有这么说 那就传假的 就不是真正的福音 你不能那么传 你不能告诉他 你小子 你在社会上没找到媳妇上教会的 就给你个媳妇 能不能这么传呢 那你家做买卖上教会中间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盈利了 你家种田就可以多打粮食 是不是 不要这么传好不好 这么传 他一旦 他上教会的 有病上教会的 他的心态不对 祖妹给他医治 他转被就逃跑 因为他是信仰不对 因为你跟他传的不对 因此他就信不对 信的不对 因此就产生不对的鼓效 但今天我们要传的 就是天国的福音 希望弟兄姊妹 认真来听 保罗所讲加拉太的 所以第一段就是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是保罗在问候加拉太的人 第一节说 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犹豫人 他说我写这个书信 不是犹豫人 他说我是被圣灵感动写的 他说我是得启示来的 所以这里面据说不是犹豫人 已经强调不是犹豫人 也不是借着人 我不用借着任何人 是圣灵直接启示不回来 有人说那保罗跟谁学习了 有人说保罗在加玛列门下 严谨受教 因为在使徒行传记载 加玛列门下严谨受教 因此他多亏有一个加玛列 这么一个老师 还有人说 耶稣基督多亏有个玛利亚这样的母亲 贤惠的母亲 因此耶稣基督虽然没上过学 他还是明白圣经 是这么回事吗 这人讲的本身就讲错了 耶稣说 从天上来的就说什么话 天上话 从地上来的就说什么话 说地上的话 保罗今天得这个启示 写了加拿大书信 是由于人 还是由于上帝的启示 是他自己心想的 还是圣灵在感动他 把这个要辨别清楚 如果你没有分辨的时候 你可以看圣灵 圣灵怎么说 你就怎么信 你就是聪明的孩子 圣灵经这么说的 你非得这么信 那你就不是聪明的孩子 真正要做一个聪明的孩子 是主说什么 你就信 好不好 好 咱们看 继续往下看 你自己必须有主意 你自己要变印 所以有许多弟兄 怎么不看圣经 还有许多人认真看圣经 那不看圣经的 和认真看圣经 结果一不一样 不一样 有的人根本不看圣经 这圣经都 好长时间 他也不翻一次 从我聚会的时候 别翻哪个地方 强拔的翻到这个地方 翻到那个地方了 看到这个圣经 对他很陌生 那圣经对他陌生 他对圣经也是陌生的 今天你要对圣经 要熟悉 好 我们看这段经文说 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所以把耶稣基督 这个福音讲说 我不是借着人 我不是由于人 我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父神 我是借着耶稣基督 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父神 所以我得的启示 不是由人间来的 不是借着人 也没有上帝 也没有借着中间 有一个人向我传递 所以他说 我启示的是从 耶稣基督 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 说他启示来的 好 和一切 与我们同在的 众弟兄 写信 给加勒泰的 各教会 凡和我同在的 都做这个见证 因为我得这个启示 不是由自己 保罗受光照 做外邦使徒 有没有别人 教导他 没有 保罗今天 他能够讲说真理的奥秘 不是有中间有中间人给他传达上帝的话 有没有 没有 所以这段经文直接保罗直接借着神的末世 写出这本书信 好 和一切 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 给加勒泰的各教会 这就表明 加勒泰这个是个地方 不是一个教会 而是在加勒泰这个地方的各教会 愿恩惠 平安 从父神 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这是一个问候的话语 愿恩惠 平安 从 父神 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归给谁呢 归给加勒泰教会 归物归给我们 也归给我们 所以凡读这经的人都归给他们 再往下看 第四节 基督照我们 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 舍己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他舍己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 嗯 上帝本说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不是他救我们 就叫我们在地上过点买卖 生几个孩子 就完事了 过一个老母孩热炕头 啊 那在家里过这个安逸的生活 那就是为目的了 他说是什么呢 要救我们 从这个罪恶时代 进到哪个时代呢 哪一个时代 无罪的时代 从有罪的时代 救出来 进到无罪的时代 从神的 从这个世上 这个地方 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 是不是啊 从属世的国度 进到属灵的国度 从撒旦的国度 进到属神的国度 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 有许多人就认为 我今天信耶稣了 就是肉体好的 就肉体什么病也没有了 就肉体今天 在地上 我幸福生活 是不是这么信的 你传福音 是不是这么传的 不是 你要这么传的 我告诉你 你就有祸了 你要这么传福音 你就有祸了 你把人带到坑里去了 耶稣 从瞎眼的领路 都掉进坑里了 犹太人 他就是这么传的 告诉你信了 来吧 你信了 上帝就祝福你 其实犹太人 认不认识上帝呢 不认识上帝 所以他叫你这么传 你要这么传的 那你这传法 就有问题 是不是啊 你不要这么传福音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再继续往下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 所以这段经文说 以基督照我们 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最舍己 为我们最舍己 他舍己 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耶稣为我们舍己了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 是生命带来好处 是生活带来好处 这个地方有 他说给我们的是眼睛 为什么看见 那你就不要追求眼睛 能看见 好不好 他不是给你肉体 带来硬核的好处 而是给你什么呢 给你生命带来好处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得生命 是得生活 耶稣来的目的是 我来了 我要叫羊 得什么 得生命 他说不是得生活 我来了是要叫羊 得生命 那你就来得生命 保罗说 我们所得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保罗这么说的 那你是这么说的对吗 保罗这么说 那你就得这么信 如果你信错了 那你的根基就扎在杀足地上 不在正的路上扎的 所以你一旦未得到好处 你就跑来 是不是 一旦得不到好处 你就跑来 今天有好处 我就跟着住 明天没有好处 我就离开去 就这种信仰 有多少人就这种信仰 是扎在杀足地的信仰 有一天 他追求的好处没得到 没得到 他就准备逃跑 就不认识基督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 他为我们舍己 是要救我们脱离这 什么 最恶的时代 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 这个世界是有罪恶的 但是耶稣基督来 主要把我们从世界中间 护照出来 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 这个时代 但是我们已经护照出来 已经无罪了 借着这群无罪的人 一群神分别为圣子 无罪的人 去再去找另外的人 这就是主的目的 再去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 你就是那一位 神所护照的 并且传福音给外望人听的 这一位上帝的使者 所以我们是传福音的使者 好 再继续往下看 愿 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 阿满 阿满 从第六节 读到第十节 第六节读到第十节 我们看保罗所传的福音 被别人更改了 保罗传福音 别人再更改福音 就像 以色列杀种子 非利式人来 就把种子给你挖出来 有人养种子 飞鸟来就把种子就挖走了 今天你一撒在 那种子撒在什么地方 叫不叫非利式人 把你的种子给你捡去 那种子是什么 神的灶 撒在哪里了 撒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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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在哪里 我拿啥 好 保罗在这段经文说 前面问出 这段经文就是什么呢 保罗当时就强调了 加拿太教会 整个都离弃 保罗从起初所传的福音 所以保罗在证明 你们这么快就离弃福音了 我刚给你传 我刚走 在死路经文前面 他就提到了 我离开这个地方 必有凶暴的蟈狼 进入你中间 说明说 说了 第二十张 死路行乱闭 第二十张 保罗当时就这么说 我要离开 肯定有凶暴的蟈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不是固念羊群的 今天弟兄姊妹 狼和羊群都分开 你别敢都长毛啊 有一个是咬人的 是不是 有一个是专门吃肉的 你别敢都长毛 撕着 和牛犊都都在那边 牛犊是牛犊 狮子是狮子 都长毛 但是你得认清 哪一个是吃的 吃人的 哪一个是吃草的 好不好 把他认清 都在台上讲 有的人是为杜甫 就是为这个杜甫填饱的 牛犊人不是为杜甫 就是为 因为今天主救了我 脱离了极大的死亡 我为了补报上去的恩典 被上去的灵感动的 所以他是为传福音 给万人做见证的 我白白得了福音 我也要白白写出去 有的人是为这事 有的人呢 你不给我钱 我就不给你祷告 有没有这种这伙人呢 有没有 你要向我祷告 你要奉献钱的时候 你写上名字 谁奉献的钱多 我就给谁祷告去就多 谁奉献钱少 我给他祷告一少 我奉献了 我一次也不给他祷告 耶稣怎么说的 耶稣怎么说的 耶稣说 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对不对 要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为那凌辱你们的人祈求 是不是这么说的 这是耶稣 耶稣来不是要爱那可爱的人 而是要爱那不可爱的人 耶稣来不是要拯救那些可爱的人 而是拯救那些别人 不喜欢的人 所以这并不是主的福音 这样的工人也不是主力的 主力的工人是爱群羊的 不是主力的工人 是爱自己爱金钱的 你给我钱 我就给你祷告 我给你安守 这弟兄姊们还看不清楚吗 谁是假的 谁是真的 一下就看清楚 凡是 听福音就要钱的 凡是叫你祷告就要钱的 这样的工人离他远一点好不好 这不是工人 这就是豺狼 听懂了吗 这是豺狼不是工人 耶稣讲没讲 故宫故念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福音 他们更改了 如果当时保罗传的福音 当时这些信徒守住了 保罗就不需要写这封书信了 因为保罗刚走 从加拿大那些地方刚离开 上以物所教会 马上他们福音更改了 为什么更改福音 为什么保罗传的 他们给更改 就为了这个是不是 为了供应我 我这祝福 你们来供应我来 我要不更改福音 你不能供应我 我一更改福音 就来供应我 我看一段经文 好 看菲律比书 第三章 菲律比书 第三章 第三章 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往下看 从十八节 第三章给第十八节 知道得没 因为有许多人 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 什么 仇敌 往下看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有流泪给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什么 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负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 基督基督从天降临 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叛容的 而有的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他想的是什么 为的是度负 他的神 他根本不信神 他信度 谁给我吃的 我就说谁好 谁给我钱 我就说他好 谁给我钱 我就给他祷告 这样的人 就会把福音更改 所以教导弟兄姊妹 也这么教导 好弟兄姊妹 好多奉献 就多得福啊 多奉献 我好就多得力 因此就多得福 是这样的福音 你要不要听这样福音呢 你奉献是像神奉献 不是像土 有许多的奉献 也总告诉你 左手做事 不要叫右手人 知道 而他的奉献呢 叫你写上名字 在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奉献箱 两个人 一面一个人 跟他监督 看着 看谁哪个奉献 哪一个 看着 这是出于神吗 奉献箱 为什么要把人 把着呢 有许多人 都为了奉献箱 的钥匙打起来 你们听说吗 这个钱是你的吗 这钱是你是神家的 神家的 神家你为什么打起来 有大为了钱 养的钱 把主卖了 你也为了 为了顾腐 把主卖了吗 一手为了一碗红豆汤 和几张饼 就把耶稣 就把长子鸣 卖了 是不是 为什么 现在这教会 越来越晚了 有许多教会 那根本就不成型了 根本不成体统的 就是为了金钱 今天上帝把我的脚 打到这里来 一定都是他的美意 你不应当 在这个地方去 在这个地方就 灯光都是很暗的 我们这不 迫不得已的 用两个这样灯 来照一下 你们看身体都很困难 应当有个好灯 在这里 这是迫不得已的 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 认认真地听到 看这个加拉太教 整个加拉太教 到底是怎么回事 保罗为什么这样写 所以弟兄姊妹 应当怎么样 我们今天应当 是照着圣经 还是照着人间的遗传 把基督的福音更改 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我就可以更改 基督的福音 好 咱们继续往下看 从这段经文 我们一直读到第十节 读到第十节 六节读到第十节 一 二 我稀奇你们 这么快离开那 借着基督之恩 招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 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的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了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福人了 好了 这段经文 加拿大整个教会 颠覆了 被什么样的人颠覆了 被那些恶人 把福音传错了 保罗传的是什么 纯正的 天国的福音 而那些人传的是什么 地上的福音 所以正好把福音给更改了 保罗当时以气氛的口吻 就说加拿大教会 责备加拿大教会 特别是在第三章的时候 最气氛的时候 保罗说过 以神这样的 犯犯 保罗当时责备加拿大教会 这么快就离开那 借着基督之恩 招你们的 去呈别的福音了 那是不是福音呢 那是灭亡之处 那是把你带到灭亡里 瞎眼那里路 把众人都带进坑里去 都讲地上的好处 不讲天上的好处 都讲地上话语 不讲天上的话语 这样的传道 这样的传道人 或这样的工人 不是主兴起 主兴起的工人 一定是传讲主的神 所以我上节课在讲 神今天给我们什么样的 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和光照 你就传什么 没给你 不要硬传 好不好 你传了 就像医生开完药房子 开完药房子 护士拿什么药 护士对药的时候 他得怎么对 是按药房对呀 他自己我想怎么对 我就怎么对 你不知道往里 对什么药就洗到腿 就把人打死 打死怎么 那个厨师做菜的时候 他在按照自己的 那个巧料 做完菜的把调料放好 叫服务员往上端菜的时候 这服务员中途上 用不用的往里放什么调料 用不用的 一放就给更改 是不是 一放就更改 就把原来的服务员给更改 好 那今天 皇帝要下令 叫太监出去 你去给我传圣识 太监怎么办 太监怎么传 皇帝赵约 船船某某某某 提身为太史 是不是 你把太史改了个身 行不行 满门什么 超然 中国有句话说 金口什么 预言 这个金口预言是什么意思 皇帝发出一句话 就是金口 他从他口里出来就是金口 预言就是什么 不能更改 是不是 我在从中 我改了一个字 可能就起到相反的作用 摩尾藏 干这个事 他不仅仅是叫你 不听见纯正的福音 而在宗徒就把这个 福音给你更改 是不是 神起初传给亚当的 那个 那个命令 是不是纯正的 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散了出果子 你不肯吃 因为你吃得饭 必定什么 必定 必定是肯定的意思 是否定的意思 肯定 是事又悲着 还是已经确定的 确定 这话即是确定的 凡干饭悲逆的都受了 该受的什么 报应 报应 你看习武来书第二场 就这么说 凡干饭悲逆 什么叫干饭悲逆 因为你做这些事 干饭了皇帝的 满门操战 你干饭了天上的 当不当死啊 我们看一段经文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十三章 第十五章 十二章二十五节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 非得死 这样的人非得死 你还不如不传了 圣经真言书说 愚昧人 什么 不开口 算他的什么 是 你开口了 因为你是愚昧人 你开口了 所错话了 还不如不说 听懂了吗 违背了在地上警戒的 丧下 丧下得死 违背天上 谁会死了 死定了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 你非得去传福音 但是传福音 必须 非得先明白 什么叫福音 好不好 你要不明白 什么是福音 我先坐下 我先听 我先看 我先问 我先祈求 我先祷告 使主先叫我明白 什么是福音 我清清楚楚之后 我再出去传 就不容易传 错了 好不好 好 这段经文 第十五节 二十五节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 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讨罪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就这句话 在地上警戒了 当官人警戒你的 你没有听 就一个地上 这个这个 我们看这个红绿灯啊 开车的就最怕的是什么 闯红灯 对不对 或者最怕什么 异乡行事 特别是有警察的地方 你去闯红灯 最少那多少钱 最少的200 起价的200 这都罚你还 那在天上不是发款的问题 那在天上不是发款的问题 你警戒天上所告诉你的不是发款的问题 那是死路一条 是不是 那是沉沦 并灭亡的 剩下的话可不可以随意更改 我们看彼得 彼得前书 比前书 比后书 不是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的二章 第十五节 十六节 十五节和十六节 这两节经文 并且 要以我主 长久忍耐 为得救的因由 长久忍耐 为得救的因由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 和兄弟保罗 赵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 给你们 他一切信上也都讲了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什么 就自取什么 沉沦是啥意思 灭亡 沉沦就是灭亡的意思 就自取沉沦 你可以不说 但是你不可以说 说错了 是不是 你说错就死路一条 你把人都带到肉体里 告诉你信耶稣 信耶稣 你家就怎么怎么样好 都带肉体里好 那叫勾引人 哪好处勾引人 你勾引人和吸引人一样 福音 福音需不需要你更改一下 你更改了 你就证明你保定了上帝 所说的话是完备性的 福音不需要你更改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不需要你加点什么 所以保罗说 恐惧站立 做成得救的功夫 因为福音不需要你去更改 你一更改 你是在藐视上帝 你告诉咱们福音不太全辈呀 你又不说 并得医治呀 你又不说肉体好 说人不能信呢 有没有人这样想 有没有这样认为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 我告诉你 把你的认为拿掉 又话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你这样想你本身就是在藐视上帝 你觉得他做得不完备 你再加点什么 你加点试试看 神说你加我就加 你加话语 在加话语 我在加印塞祸 你加试试 这么样说 还不耽误有人加 这么样说还不耽误有人加 我发现这个人 不知道是什么 神说的话他从来他不听 人说的话就听 不听神话 非听人的话 还有人听鬼话 他不听神话 他不听鬼话 听人话 他就不听神话 所以他在这随便给加添 这个地方他说自取禅论 你不可以加添 对不对 这个地方他们就加添了 把那福音整个更改 不是原来所保禄所传的福音 在这里加上什么 在这里加上新歌礼 守律法 加上这两个 行不行 圣经人有没有说福音 加上一个 新歌礼再加守律法 什么是福音 黄继东姐妹说 什么是福音 你不为我死 为我活 为我上品之家 为我服活 为我生命 还为我再来 很多这些福音 好 感谢主导 基本上把它打的基本上 好 传福音 我们看 哥林多 你前书 第十五章 第三节 这就是福音 就像这么传 其实对那些老人传 你传这三个 这三样 足够他进边国了 不用 你再往里加 你别告诉他 谢谢耶稣 把这福音还不够 我再加上点肉体的好处 来勾引他 好不好 圣经的这个 真言说说 他们用眼皮勾引 勾引是代表什么 有利益的勾引 用自己的肉体上的利益 来勾引别人 勾引和吸引 有没有区别 磁解吸引那个铁 用没有勾引 你拿一个高磁性的铁 磁解 那些铁掉地下 然后拿高磁性的 他们一走一圈 钢就吸上去了 不是勾引 对不对 什么叫勾引 我怕这个鱼不上勾 我把勾上放进一块什么 食物叫它上勾 是不是 一上勾 勾引背后也带着什么 恶意 吸引没有恶意 对不对 听懂了吗 因为清楚了 勾引是带着有恶意的 唐衣的炮弹 外面是包着唐衣 里面却是什么 炮弹 耶稣说你们外面是粉饰的什么 粉墓 里面却是什么 死人的骨头 是不是这么多 这么说的 勾引里面带有恶意的 你不上勾 你不上勾给人家好处 魔鬼这样 常常这样做 对不对 叫那套大神的 行邪宿的 教鬼的 沾尾的 是不是 算卦的 魔鬼常常用这种东西来勾引他 你给我出马 我叫你赚钱 来 你给我出马 你只要把这个人 能够带到我的面前 我就给你某某某的好处 这是魔鬼 魔鬼用一点好处来 来什么 勾引 当你一太散烧了 你就成为魔鬼的 接下去 是不是 就成为魔鬼的炉 他天黑挟着你 他天天捆绑你 他天天在制裁你 这是魔鬼 耶稣说 那恶者 魔鬼 什么什么说的 魔鬼本身属恶者 所以他里面有恶意的 他勾引你 主要叫你净快堂 净快堂的目的 叫你跟他一同走下兵 是不是 有没有恶意 钓鱼 当我弄鱼竿的 这上面钓 毒钩 是吧 那个毒钩 外面包着是什么 幼儿 扒着扔到水里 你是不是想害那个鱼啊 对不对 你把那个鱼倒上 给你变成你的食物 而魔鬼也是这样 把你吊上来 然后变成他的食物 他用什么方法 勾引 勾引的方法 神用什么方法 吸引的方法 神用吸引 魔鬼用勾引 神叫你凭吸 魔鬼叫你凭什么 凭手 凭手 你肉体软弱 能不能守住 你不能守住 魔鬼叫你靠肉体成全 神叫你靠信心成全 是不是 这两个你要看清楚 魔鬼让你用信心来成全 用行为成全 用肉体成全 用绑臂成全 而神叫你用什么 信心来成全 我做事你来信 好不好 我做一件事你来信 这是神的方法 你信就行 就能得着 而魔鬼呢 是想方设法的 叫你 你达不到的 要你 用肉体来达不到的 故意 你达不到就灰心了 你就退后了 你就不信神了 这是魔鬼今天 还用的方法 用的伎俩 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福音 第十五章第三节 你给别人传品的 也要这么传 你不用给他传多 你给他传这三样就行 哪三样呢 哪三样 说我们当日 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 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 死了 而且什么 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 不活了 你就传这个 什么也不用传 就三样 哪怕在病床 那个老太太 你给他传完 他马上就走了 就可以得救了 不用给他传一大多 他根本信不信不来 你就跟他传 耶稣 你是个罪人 耶稣为你的罪死了 耶稣为你的罪死了 解决什么问题 脱离罪 解决我的罪的问题 对不对 耶稣为你埋葬 解决什么问题 救人埋葬了 对不对 我的救人跟耶稣埋葬 现在是在基督里 是新造的人了 耶稣又为你复活了 解决什么问题 称义的问题 对不对 第一个解决罪 第二个解决救人 第三个解决称义的问题 称没称义 在基督里称义了 成为新造的人 称义了 他就得救了 你给他传一大堆 他都停不进去 是不是 你给他传这些样 耶稣为你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第三天从死里 什么 复活了 听懂了吗 他一带信了 下面那些 他都懂了 耶稣还能再来 十字架强盗 耶稣给你给他传 耶稣再来 耶稣传没传 他没传 因为他就是在十字架上 指归向主 是不是 他责备那个强盗的时候 在十字架 责备那个强盗 责备完了 他心跳 啪就开启 神一下就给他一句话 是不是 耶稣给他什么 他说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他怎么能够看见德国降临呢 一开始看耶稣是无罪的 我们是做了仨人的 对不对 我们所做的 和我们所受的是相称的 承认罪 承认罪的 有人承认罪怎么承认 别人给自己加了 给编了 到空了 有吗 这话吗 你在圣经找到空的印情呢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为什么把他加了 有没有到空认情 十字架的强盗 有没有到空认情 没有 当时就得救了 是不是 十字架强盗 是他自己想要得救的 是神预定拣选的 就在十字架一瞬间 就把他拣选 是不是 他有没有在那 到空十八个月 现在有许多的人就是违背圣经的战力 不在圣经里建造 用人间的遗传 这一代传这一代 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这哪来的 要死架强了 要到空认清十八个月 还有没有得救的机会呢 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 他怎么说的 我们所做的 和我们所受的是什么 相乘的 你看简单 这就是认罪 简不简单 我们所受的 我们的肉体做了三人 定死架应当的 有没有说 主啊 我之前看到你学 你流血了 你用你的保险厚厚图抹我 第一个看见耶稣流血的是谁 实架强道 说今天你这个福音 你传错了 你给别人传到误导 误导到别个地方去 那你这个人就有祸了 明明那个人都奄奄一息 一清一不清就不去天国 你一个就在那 只能一清吗 还有忘了 还想不起来的 对不对 那么都要肉食地去认识 实架强道 从不从灵啊 是不是聪明啊 神给他 你看他死的时候 他说什么 神给他这样一个 一个悔改的心 对不对 他说我们的肉体做了三人 对死架应不应当 这是福音 这也是福音内容 包括的这个一个 这是我们救人和基督同死 是不是 耶稣死了 姐妹解决我们救人的问题啊 这就是福音内容的一部分 他有没有说 耶稣我直接看到你流血了 所以你用你的保血 厚厚的涂抹过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能不能今天国 一个看见耶稣流血 亲眼看见耶稣流血的人 三千不是用耶稣的血厚厚的涂抹 今天我发现这个教会都算了 正好跟圣经反对 和圣经正好记载的是反对的 圣经的真理正好是在他们里边 就行不同了 原因是他们不凭的信心模仿 上面那代传到下一代 下一代再传到我这代 就开始一代一代模仿 不单模仿 一代比一代更加离不离谱啊 什么叫离谱呢 我做一首歌 你唱念这首歌 跟你那地方更改一下 再跟那人更改 到创造我这边就不是原调的 那叫离谱对不对 你看有个歌 在这个教会唱一个味 上帝教会唱一个味 南天尾调的 调调的不着调 有的人他就不着调 他就讲的福音都不着调 不是圣经里头的 谁告诉你呢 耶稣宝雪后后图不净了 再同一把 再来一把 一次图不净再来一把 斯斯嘉强盗 那是亲眼看见耶稣流宝雪 他有没有这么说 没有 没有啊 没有那你 他就成为我们今天 奄奄一息最亲人的一个法要 对不对 亚伯拉罕求没求 亚克求没求 伊萨求没求 保罗求没求 彼得求没求 那这些人都没有求 那这些人这哪来的呢 从哪生的呢 怎么给更改了呢 这旧人明明死 他就用血去涂去了 旧人老旧人肉体因醉而死 新人心灵一见一而活 这圣经明这么说着 他就那么涂去了 涂哪个人 涂什么 涂老肉体 涂老肉体涂完留着 留着干什么 留着犯罪 是不是 你看这个人简直了 圣经要埋的 你不能往外扣 对不对 你不能把他 圣经说我要埋的 你们谁要往外拽 你就是犯罪的人 对不对 我要猜的你不能见 我要灭的你不能救 我要埋的你不能往外扣 往外扣 你扣出来你干什么 那旧人是埋葬的 所以释迦抢到信仰正确 就是因为他有正确 一开始上帝就拣选了 从起头就拣选 有的人上帝没拣选 所以耶稣说 照上狗选上烧 为什么说照上狗选上烧 找了一群都不懂 你说东他说西 你说鸭子他说西 是不是 你说卢下他就说下降 这么一群人 有的人就他都这么信 他说他是咱们那边的大牧师 这么讲的 你是听信大牧师的 还是听信耶稣基督的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是不是这么说 你得听主的 主怎么叫你信 你就怎么信 你就是最聪明的人 主叫你那么信 你非得到你那地方 碗个滑 他说你实来 你的话是就是 不是就说不是 是你就这么信 就直接信就行 不用管个滑 好不好 不用跟主俩玩点滑 一样 好不好 他说他死了 你就相信耶稣为我死了 对不对 他说埋荡了 你就相信耶稣为我救人埋荡 我的救人和耶稣 同定十家 同埋荡了 好不好 他死了我也死了 他定十家 我也定十家 他埋荡我也埋荡 多简单啊 有没有很别 这也就是地脑 没有 一人提提 众人死 众人就兜什么 他既然是这么说的 那你就这么信 好不好 这很简单的 这也不需要什么 再加上点什么的 你加上点什么 反而都起相反的作用 是不是 是不是 就像这个做豆腐似的 谁会做豆腐似的中间 有没有会做豆腐 不会做 都不会做啊 有没有会做的 做豆腐 做豆腐说的 老师教的时候告诉你 做回去做豆腐 把那豆腐浆呢 先把那 用那个粉碎机 把那豆腐 豆腐给粉碎了 完了出过呢 完了用那个什么 过滤出来 把那个豆浆 过在锅里头 熬熬熬好了 怎么办 他说你放滷碎 放多少滷碎 告诉你 按照比例放多少滷碎 你说那光放滷碎能吃吗 你在怀疑 光放滷碎 你怀疑谁呢 怀疑老师呢 老师怎么教你都怎么搞 就没什么 他那比例 他说什么 一斤豆腐 应当放多少 几钱的滷碎 多放了也不行 少放了也不行 他说 这光放滷碎什么 我都放在滴滴碎里头 我都放在水泥里头 行不行 我发现有的人 他就要把上个话 你就得自己加上自己来 像不加不行的事 像我们那地方 有一个老头子 那地方有个老头子 他天天就 他喜欢中午 吃完饭的中午饭 他说我得出去一趟 他喜欢说 你干什么 你在这屋里来 不能走 就这么来回来走 这老头是我们的团长 他们打麻将 他这个人来回来走 来回来走 就闹心闹就扛不了了 一会儿把衣服坐着 坐在沙巴 坐下 一会儿就站起来 一会儿坐下 一会儿站起来 干什么 闹心的 最后呢 上思想买一个细绳 那个泥龙那种细绳 上后山吊死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他活不了了 他这一趟 那一趟 这一趟 那一趟 就有一种鬼在吹出来的 他这会儿上 死舌头 雷震的汤 雷死了 说该死 还有个老头 在那里 也是 就是在骑了脚 最后 那河河河都已经干了 就剩下一网损 他就一头拱在水里 就死了 今天有许多人 他就不知道是圣经 圣经告诉你就这么信 很简单 是不是 空气 你吸了 就活着 不吸就死 简不简单 特别简单 还非得加上点什么 他可以拿大口来上班去 接接接 接完拿房间那 接完了 让他回来 把别的这地方吸空气 麻不麻烦 麻不麻烦呢 耶和阿说 我都以为麻烦 你们不麻烦吗 说没说这话 耶和阿说没说 他说 我不用你献罕祭 赎罪祭 那些都不用献 就把你的心献上就行 你只要肯信我就行 神说这简不简单 而他就 整麻烦了 到他那地方就麻烦了 主耶稣基督是把麻烦的 特别特别傲逆的道 用简单的笔语 讲给弟兄姊妹 对不对 主耶稣把 天国傲逆的道 用简单的方法 讲给弟兄姊妹 使你能听得明白 看得清楚 你好相信 而现在正好反了 有许多人 把上帝最简单的道 变成麻烦话 叫你听不懂 然后你要说 我是有学问的人 超反的 你看现在这个人都大死去了 他简单他怎么说 你就怎么信 多好啊 他说空气 你只要吸就行 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只要来信我的话 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这些番机 酥醉剂 那些 我都不喜欢 什么时候麻烦 我们看一段经文 看以赛亚书 麻烦 他都以为麻烦 你不觉得麻烦 看以赛亚书第一章 在亚 在亚哥书的后面 以赛亚书第一章 麻烦 麻烦 我们看主说麻烦 四四节 早得门 早得门 你们的月术和节旗 我心里 恨我 我都以为什么 麻烦 是不是 我都以为麻烦 神是不睡觉 不打嘴的 他都觉得麻烦 那你说 你在主的面前 麻烦不麻烦 天天 一天早上洗一遍 不是 一天晚上洗 是早上洗 是晚上洗 我也忘了 是早上洗 我也忘了 是早上洗 是晚上 洗一遍 洗一遍 可那的会 我说又有罪了 我再给我洗一遍 洗一遍 暂且又有罪了 不行 你洗不清的 圣经说什么 六百一四三条 你就印那一条 他说你翻一条 就能翻多少条了 重条 你就印一条 可以不可以 我们看一下 雅客书 雅客 今天就给你更改 神说你很简单的信 他就给你改 第二章 第十节 说 因为凡遵守权力法的 是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多少条 他是这么条 律法不是单四条 那十条最后呢 变成多少条了 那十条是戒命 对不对 一共在戒命分开了 前四条变成绿戒 点章 具体是多少条 六百一十多条 三条 好 今天犯一个罪 你就在那地方就洗 你不能就洗这个罪 你要印罪 你就得印多少条 六百一十三条 听明白吗 六百一十三条 你就印那一条 行不行 行不行 不行啊 因为这个地方 您说犯一条 就犯多少条了 重点 你看圣经讲不讲 圣经最讲 但有的人不讲理 你不讲理 神就对你就不讲理 好不好 你无理 上帝就以无理代理 你诡诈 上帝就以诡诈代理 你弯曲 上帝就以弯曲代理 你诚实 上帝就以诚实代理 你非得要那么信 上帝就那么代理 听懂了吗 你非得那么信 圣经说那么信 你不干 实际长道 信的简不简的 几句话 耶稣给他个允许 今日 你要与我一通 在哪里了 对 你信的正确 你信的不正确 你天天在苦海 为什么有的人 感觉都困绑 为什么有的人 信耶稣 信的什么 喜乐 高兴 这是正确的信仰 就产生 喜乐的独消 错误的信仰 就产生忧愁的独消 听懂了吗 你怎么信的 所以当时保罗在责备加勒太人的时候就这么说的 你们是无知的加勒太人 耶稣上司价用你那么麻烦吗 你只要信 空气只要吸就得火 阳光只要接受就是你的 对不对 神给你世上的恩典上去是白白给你的 何况天上恩典 用你自己 附上一切东西吗 有人说天国是努力接入的 就这句话就拿出来 你一讲他就拿出来 那你说白白的得到 那圣经明主天国是努力接入 这是咋回事呢 是靠重心努力 是靠信心努力 是神做是我做 是神做我信 还是我做神信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把这清楚知道 是神做我信 还是我做神信 旧约里头注意看 旧约里头圣经里头 他讲的是什么人做事给主看 是不是人做事给主看 新约是什么 神做事给你看叫你信 对不对 而这个地方有许多人没明白 旧约和新约不知道什么 旧约是人等候基督来 新约是基督等候人进到基督 是不是 人等神 神等人 你能清楚吗 旧约 那牛羊 耶稣未来 用牛羊来预表耶稣旧 旧约是 人在等候旧人出现 等候米塞亚 对不对 因为耶稣还没上未来 没上使家 没道成肉身呢 新旧两月就不分开 你是糊涂的 你怎么看 你看这一马脸片全是字 黑字 谁说我的话是字啊 是灵 灵 他说灵 那你就得把它画当成灵 对不对 他不是字 灵是有限的是无限的 自是有限的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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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啊 就光光看这黑字 是有限的是无限的 你看那黑字一共就六十六月生平 对不对 旧约三十九卷 新约二十七月生平 有没有限 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读完 有没有限 你表面法都读一年就读完了 如果你光看自己 你把这圣经倒背如流 但是你不懂得里面的经义 那你就是信一个有限的 神的话无不无限的 圣经说神的话是什么 是灵 是生命 是无限的 今天你把它信成有限的 能行吗 可以吗 可以 他信到你了 他是为了给你这个在肉体里的人看 所以他把无限的灵 变成了有限的文字给你看 他为了叫你向你显现 无限的神 无限的上帝 变成了有限的肉神 给你看 你好能看见主耶稣 对不对 然后到你眼睛里头 你不要 千万不要用肉眼去看 你用肉眼去看耶稣 就把它看成是个有限的因素 你到你里面就变成什么 无限的神 变成灵乐就变成无限的 变成肉了就变成有限的 听懂了吗 能听懂这句话吗 有多少人心神是有限的 就当拜偶像一样拜 因为他拜惯了偶像 偶像有没有限 耶稣有没有限 耶稣是无限的 对不对 耶稣是无限的 那到你里面就用心灵来经败 就变成无限 这文字有没有限 你用信心来信 这文字就变成无限了 对不对 我们看 再继续看这段经文 福音的第一个内容是什么 第一个内容是什么 黄巨通 四妹 福音的第一个内容是什么 福音的第一个内容是什么 对我们的罪 对死的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内容 解决我们什么 解决我们死的问题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内容是什么 解决我们什么 老旧人解决了 救生新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道的人 救世已过都变成新的 耶稣从死里不过 解决什么 成义的 对成圣成义 都在这里都解决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罪人了 是什么人 一人了 一人今天晚上耶稣来 能不能进天国 有人说我们正在成圣 阿满吗 我们正在成圣 站在进行时 还是我们已经成圣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把他训练下来 已经成圣和正在成圣 这是两件事 已经成圣 是过去式 是现在式 还是将来式 完成式 对不对 你看 王明白中国话的都知道 你看 过去式 现在式 和将来式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已经创造成功了 是完成式 是未完成式 完成了 你看这个有的人 就听不懂这话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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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进行时 是正在进行吗 不是 上帝说 你们已经成圣成义了 怎么成圣 就是因为信福音 对不对 信福音 使我能成圣 信福音 使我得永生 信福音 使我能够成为义人 对不对 就产生这个结果了 而他都不信福音 信的不对 因此这个结果 在他里面没产生 因此他说 我是会犯罪的 什么 义人 这句话对不对 对 给我找圣经 说会犯罪的义人 给我找着圣经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圣经说 你们已经成圣 就是神的义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是不是这么说的 对 而他就可以改一下 你这一改一下 不要紧 有许多人都不相信 自己是个义人 你这个改一下 就把主的福音 正好给什么 更改了 你改一下 试试看 你改一下 你问上 你是义人 是罪人 所以 有许多人 在问眼睛 卡巴卡巴 我是义人 是罪人 你要说 我是义人吧 我还会犯罪 你要说我是罪人吧 圣经还说 你们已经成圣成义了 行行 不对 怎么说都不利 怎么说呢 我是会犯罪的义人 或者是 你说我是义人吧 我还有罪 那我就是蒙案的什么 罪人 这话在圣经里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 义人就是义人 罪人就是罪人 罪人进不去神的国 罪人什么样 人进神的国 义人 义人进神的国 这地方能听懂吗 嗯 你看有许多人 就在这个 这里晃悠 就在那井边晃悠 你说井 井里都有好东西 他就在那晃悠 晃晃 帮着掉你 淹死 是不是啊 你说糊不糊涂 这怎么糊涂 主说你是义人 我称你为义人 你只要信我 这就是立约 对不对 你能不能信耶稣 你只要信耶稣 我就称你为什么人 咱俩就这么立约 好不好 神就那么就 咱俩就这么立约 怎么立约呢 谁是义的 耶稣是义者耶稣 对不对 你来不来接受耶稣上十架就死 为谁死 为我死 为我死 为我们最死 对不对 是吧 为我们最死的 罪还在我身上 你说他为不为我最死 这边 主啊你为我最死的 唱的挺 那个高调唱的挺好 我还是个蒙恩的什么 罪人 我还是会犯罪的什么人 义人 对吗 对不对啊 那样的说说这话的人 你一叫这儿 看你傻眼 昨天我上了一个乡下 跟一个子的交通 交通到什么地方 交通到 那个最关键的地方 最关键的地方 他说蒙恩的罪人对不对 我说蒙恩的罪人对不对 对 我说有圣经吗 有 说的老痛快的 我说有圣经吗 有 我说给我找 要找不着 你看都是这种点 犯罪的义人有没有 有 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被郭范走上 是 有多少人就这么信 你一个人叫点 来 是 你可以给我找圣经吗 你给我查圣经 看有没有圣经里有没有 找不着 是不是就傻眼了 你不要忘记 今天所有弟兄姊妹都向谁交账了 我们蒙越纳的是神越纳我们 是我们自己越纳 神越纳 这个地方你要清楚 谁越纳我 我自己承认我自己 我自己越纳我自己 还是神在越纳我 保罗说我是讨人的喜欢 还是讨神的喜欢 讨神的喜欢 我要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谁的门徒了 就不是主的仆人了 是不是 你找讨谁的喜欢 有些人 你看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来的 你好我也好 他也好 你知道有多少是求饼得保的 不看人多 有多少是求饼得保的呢 上教会都是为什么 都是为主祝福 求饼得保的 耶稣基督 当时有许多人跟随耶稣 耶稣在山上五饼二五五千元得保的 这神奇大不大 这些人看不看得了 也都享受了耶稣基督十五个饼 两条鱼 变成这些食物 是不是 他们都吃到 吃没吃 都吃了 吃完了还找耶稣 找耶稣干什么 找耶稣要明白救恩吗 还是要干什么 找耶稣拉比几十到这里来呢 耶稣说只要你们来就好 你来我什么我也不责备你 只要你们来我 我就高兴了 人多嘛 是那么回事吗 耶稣当时就责备了他 你们跟从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 有两个因 一个是因见了神迹 还有一个因是什么 因求饼得保的 当时耶稣就把什么 那种人心里的那个 等个的意念就显明出来了 对不对 他们是因求饼得保的 不是来寻找耶稣 要见了神迹 要信耶稣 是不是 有的人拥戴耶稣做王 你快去做王吧 耶稣那么多做王 耶稣做王就坏了 犹太人就得逞了 耶稣做王 没有人也得逞 耶稣来是做这个世界的王吗 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肉体 做这个肉体的王吗 耶稣做哪个王 要做这个生命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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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扫罗王做哪个王 肉体的王 做肉体的王 废没废掉 废掉 废掉 上帝废掉扫罗王 上帝的大位王就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替代的肉体王 耶稣是属灵的王 扫罗王是 是什么王 肉体的王 最后呢 他要逼迫谁啊 逼迫属人 逼迫属人 所以这段经文讲到就是福音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 记住 谁问你这么说 耶稣基督 第一 就是照圣经所说的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他为我们的罪 他有没有罪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 我们的罪标在谁身上去了 耶稣神 对不对 这是解决第一个问题 解决不罪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 好 看罗马书 把这格上看罗马书 解决罪的问题 这是福音的第一个内容 如果你把它更改了 你就死路一条 第25节 第四章25节 四章给第25节 罗马书四章给第25节 加拉太书啊 这卷书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 三卷书你必须看 你哪怕你今天就进监狱了 被抓进监狱里面 这三卷书 你看清楚了 你看明白了 你就是得救之子 你没看这三卷书 你根本就你不懂得救恩 别说啥你是啥 别说那个兔子就是猫 你就能相信那兔子猫 那兔子猫 他多少 猫也长毛 那兔也长毛 你就能相信 加拉第一基督来 第一基督来的 你就承认他是基督的 第四章第25节 知道的吗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 什么 他是为我们过犯 现在耶稣交给人 为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过犯 在谁身上了 那耶稣是谁 那耶稣是谁 好 这里下面说 复活 是为叫谁成义啊 你现在称为成义 也是犯罪的义人 一半义人 一半罪人 他怎么说的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你看我谢耶稣以前 最解决的 所以我谢耶稣以前的是义人 以后还没办出来 就是我是一半那什么 一半是罪人 一半义人 你这样信对不对 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这永远是义人哪 还是一半义人 一半义人 永远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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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许多人 传道人都这么讲的 一半义人 我们谢耶稣以前 得最起了 所以谢耶稣以前是义人 以后 那谁敢说 以后那谁敢说 以后我放过万人 谁都不敢说 对不对 这样说对不对 对 他说你们已经成圣成义人 以后就已经成圣成义人 是不是 已经是什么 完成 完成事 对不对 他说已经成圣成义人 你就不能说 一半是义人 你们是义人 因为上帝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 你说你是什么人 义人 永远不纪念的 你有永生 还纪念你的罪 你没有永生 你信不信 纠纏你的罪 你就没有永生 不纠纏你的罪 你才有永生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话谁都会说 主要你要纠缠我们的罪 谁能站立着住呢 这话谁都会说 走嘴不走心呢 你记住 神的话就是两定的利坚 神的话又如同甘露一样 来滋润你的心 如果你信了他 他就是你的生命 你不信他 他就是杀死你的利坚 好 咱们停